60歲廟宮躺在單架上奄奄一襲 被救出時全身都被火燒 意識模糊 緊急CPR 搶救後依舊宣告不治 原來他不只是廟宮 還是新光邦藝人賴明偉的親舅舅 9號凌晨4點多 桃園大溪瑞德街上 這間宮廟突然傳出火警 鐵皮天花板被燒得焦黑 地上也滿是火燒痕跡 宮廟負責人就是新光邦藝人賴明偉 今年228才風光開幕 沒想到傳出火警意外 感謝王委會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募資這麼高的金額 對廣泽宮做修善 讓我們大家有一個共同 能夠遮風避雨的家 開幕當天賴明偉笑得好開心 他從媽媽手中接下廣泽宮公主一職 已經有5年時間 今年228當天宮廟整修完成 賴明偉本人還在現場開掌現場 如今一場大火 整座宮廟幾乎複值一聚 初步估計財務損失將近20萬元 臉書PO出照片 賴明偉說經營的宮廟被火燒 無情一把火燒掉整個家園 只希望向臣民祈求平安 一場大火毀了宮廟 讓清舅舅也斷送性命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場大火 景象目前還在釐清當中 記者林中正 楊文新 桃園報導 記者林中正 楊文新 桃園報導 記者林中正 楊文新 桃園 記者林中正 楊文新 この 記者林中 楊文新也是